你好 欢迎收看6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花莲县今天新增了931例的确诊个案 新政府在记者会当中也说明了 相关政策要怎么执行 花莲县6号新增了931例确诊个案 其中小于18岁的孩子占了173人 从比例中看似有逐步走向趋缓 而在全县13厢正式中 从今年1月起至今 燃疫人口占比最高的 除了新秀万荣等原乡地区 另外在吉安寿峰玉里灼溪也出现上升趋势 那我们讲确实这一个礼拜以来 那南区的这个确诊人数是有增加的现象 也说北区的这个确诊人数减少 慢慢移往周南区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从5月28 就是今天6月4号 跟5月28号做一个相比 我们先看在今天6月4号的状况 那当然目前整个乡镇里面 感染确诊人数最多的 第一最多的还是我们的秀宁乡 那第二个呢就是新陈乡 那第三个是万荣乡 那卓西跟玉里都是13.9% 所以整体来看 三个原乡秀林万荣卓西 它的确诊的人口占比都是很前面的 那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面确诊人数最比例增加最多的 就是玉里症百分之4.2% 玉里症百分之4.2%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们南区的闭床 在这里最近这几天是比较紧的 那都满床较多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提醒民众 如果家中小朋友在接种完疫苗之后 出现持续发烧超过18个小时 并且有严重过敏反应 像是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 虚拖及全身红疹 疑似心肌炎等症状 就应立即就医 另外从今日起至6月30日 将免费提供0-6岁幼儿5G快塞 家长可持2016年1月1号后出生的孩童健保卡 自全国近5000家健保特约药局或地方卫生所领取 记者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